要知道,万火神域乃是九道神火的领域 任何其他火焰都无法进入其中 而地炎乃是唯一能够进入其中的火焰 当然这是因为消炎是神火所选中之人 万火神域自然不会排斥消炎体内所拥有的东西 而且,地炎也能够在神火的领域中 获得火神之源的淬炼 如果地炎能够抵抗住火神之源的洗礼 自然也会得到更强的火焰力量 如今,神火之下,地炎实属最强的火焰了 它乃是融合了22道一火和20道圣火 其恐怖的威能无与伦比,破坏力极其的强大 但是不知道为何,消炎在尝试唯须神火与地炎融合时 竟然并不能融合与地炎之中 只能融合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时间一过,就会再度分离 就算是焰绝功法再怎么催动到极致,也做不到 这一点,让得消炎有些匪夷所思 焰绝本就可以融合天地万火 为何在融合唯须的时候,竟然有一股极度排斥的能量 这是怎么一回事 消炎看着手掌之上的两道火焰 过了很久,都想不通,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小子,你竟然想要将神火彻底地融合地炎之中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就算有焚绝功法也不行 这时候焚老的声音传出 焚老 消炎应了一声,然后继续开口道 这是为什么,此前从来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焚老似笑非笑地摸了摸胡须 道,那是因为神火,它是万火之中的神 拥有非常恐怖的火神之源 而这些火神之源,可不是其他火焰能够驾驭住其中的能量 就算是你的地炎也不行 想要融合神火,必须是对等的神火才行 之前能够让地炎和幻须融合成神怒火莲 那是因为只能维持几分钟而已 想要彻底地将幻须融入地炎,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融合幻须 而是寻找下一道神火 而排名越靠前的神火,越是恐怖如斯 每一道神火的威力,都足以令神奇度为之忌惮 甚至都想得到这等神物之火 闻言之后,消炎这才明白了 自己为何用尽所有的办法 都无法将幻须神火融入地炎之中 本想着将幻须神火与地炎融合之后 会让地炎得到一个质变 达到更加恐怖的层次 可现在似乎这办法行不通了 不过刚刚听着焚老所说 寻找下一道神火 便是想起了当时在古元天的时候 祖龙说起过 他来到古元天就是因为那道神火的缘故 因为那道神火的毁灭破坏力极其的惊人 毁了大半个万兽神剑 当时就算是祖龙与另外双龙联手 也无法彻底地将其压制 最后只能施展出一道神法 并且利用了三大神兽的寿星之缘 爆发出了极为惊人的力量 才有机会将这道 差点将整个万兽神剑 毁灭一大半的恐怖火焰给分裂后 并封印了起来 但是由于神法的强大力量 与这道神火在对抗中的能量 过于强大恐怖 直接形成了一道能够吞噬万物的黑洞 而祖龙一不小心就被吞噬了进去 最后便是通过这种黑洞 被传送到了天元界的古元天之中 想到这里 萧妍的脸上挂着特别想知道 万兽神界中的那道神火 究竟是九道神火中 排名第几的神之火焰 不过焚老说的也没有错 既然无法将幻虚神火彻底的融合 只能去寻找第二道神火了 如今拥有了神火排名第九的幻虚 便是能够让自己的修为静见 提升至神奇静 如果日后再吸收一道神火 那么也不知道自己的修为实力 会提升至何等的新高度 但想要前往万兽神界 必须在这段时间里 继续修炼自己的神之肉体 虽然目前神力无法提升 那么只能在万火神域中 提升一下自己的神之肉体力量 或许能够让自己 这第三第三序列之位的神体 成为堪比第二序列之位的神体 也说不定 只有这样 才能够在日后飞升第一等级世界 参加招揽神会 获得前十的名额 才有机会被其他神势力所关注 不然 没有进入前十 那么没有得到各大神势力的丰富资源培养 只能成为第一等级世界中的流浪者 在神之路的修炼中 就没有优势 等待这些流浪者的 只有被欺负欺压的分 玄疾 萧炎也全身投入在火神之源 淬炼自己的神之肉体 与此同时 灵动与牧尘二人也没有落后 他们也在为两年后的招揽神会 去冲击神奇境 如不然 就会失去这次招揽神会的参加资格 为此他们二人 也再度在紫衣晴和王熙的意见下 四人回到了天元界 目前也只有天元界的龟虚岛 才有一些神源之气 攻击他们二人的修炼 可是想要在龟虚岛 花两年的时间 就突破神奇境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们二人也遇到了难题 第二等级大界之首 天元界 龟虚岛的一处山脉之中 这里汇聚了 天元界所有的神源之气 不过依旧不能让 灵动牧尘二人 突破神奇境 因为实在是太过牺牲了 看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不仅无法突破 神奇境 还会浪费多余的时间 灵动吸收完最后一丝的神源之气 缓缓地睁开双眼 沉生道 在灵动的对面 还有一道身影盘坐 正是与灵动 一起来到天元界的牧尘 距离招揽 神会越来越接近了 我们到时 还没突破神奇境的话 就没有资格参加了 灵动的双目 微眯 望着远处 因为就在刚刚 他感知到龟虚岛的中央区域 竟有一股 极为特殊的炙热气息 那是 灵动的目光猛然一锁 牧尘似是看见灵动的一样 便疑惑地问道 灵动兄 怎么了 我感应到 在那处地方 似乎有一股特殊的炙热气息 灵动回答 走 我们去看看 说完 牧尘的身影 便是消失在此处 灵动也是紧跟其上 两道速度极快的流光 朝着龟虚岛的中央区域 暴略而去 不到一块的功夫 灵动 牧尘的身影 便是出现在了 一处最高的山峰上 目光直视着下方一处山洞 这不是之前萧兄 在晋升成神的那个山洞吗 灵动发出一道惊疑之声 的确 难道说 在这个山洞之中 有什么东西存在吗 牧尘也是 不置可否的出生道 两人为了一探究竟 便是纵身一跃 来到了山洞之中 而他们越靠近山洞深处的时候 越是发现 周围的空气中 都被一股炙热的气息弥漫着 这是怎么回事 这股炙热的气息 难道是萧炎兄 此前在突破神气境的时候 留下的火属性能量 牧尘边走边好奇道 而灵动则是感觉到 此火属性能量 并不是萧炎身怀的 那两种火焰 所遗留下来的 而是另外一种火焰的气息 带着两人 走到山洞深处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 顿时让他们二人 都为之震惊了一下 因为他们看见了一道 散发出火属性的火芒身影 盘腿坐 但是对方是背对着他们二人 而那股炙热的气息 就是从这道火芒的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 你们二人终于来了 一道苍老的声音 自那火芒的身上传了出来 灵动牧尘二人 也是在第一时间 开始警惕了起来 因为对方的气息 非常的强大 能够在一念之间 就可以将他们二人 瞬间击杀的感觉 你们不用害怕 我不是坏人 火芒身影 开始缓缓地转过身来 对方的真面目 便是出现在了 他们的视野之中 在灵动牧尘 看清楚对方的容貌后 竟是一位 没有见过的苍老陌生人 不过这老人 似乎很强很强 而且这股气息 比起之前的先天神 都不会差多少 甚至从某方面来比较 这位火芒老人 更加的有特别之处 晚辈见过前辈 不知道前辈怎么称呼 灵动牧尘 二话不说 直接拱手示意 面对如此一位神秘的老人 他们想要动手或者逃跑 几乎都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 既然对方都说了 不是坏人 那么他们也只能先看看情况了 如有变故 他们在做应变 老夫 乃天元界的世界之灵 火芒 看着灵动牧尘二人 玄疾就将自己的身份 介绍了出来 世界之灵 难道与当年 自己在天玄大陆时 与那未面之灵一样的物 存在不成 灵动心中开始思索着 难道前辈是天元界的意志 牧尘似乎也知晓了 其中的意思 便是出生确认到 而那位火芒老人 也并没有否认 和善的一笑 正是 我便是天元界的意志 只是我化成了你们人类的模样 这可让得灵动和牧尘 更是吃惊起来 没想到世界的意志 竟然能够化成 人类的模样出现 这还是第一次遇见 当年灵动 在成为天玄大陆的 未面之主时 也不曾看到那未面之灵 化成人类模样 就算是感应到 大千世界的世界意志 也仅仅是召唤出 苍穹榜而已 如今这天元界的意志 竟然能够化为人类模样 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而且还是主动现身 并不需要自己 去感应这道意志 你们二人 虽然不是天元界的人类 不过此前 你们也同我们世界的 诸天生灵 共同抵御了先天神族 拯救了天元界 也算是欠你们一份恩情 你们似乎想要在两年之内 突破 神奇竞队吗 火芒老人 看着灵动牧尘 二人的天赋 异于常人 想要帮助他们一把 也算是还了他们此前 拯救天元界的一份恩情 灵动牧尘 见到对方这么说 便是点点头 他们的确很需要 能够在两年内 突破神奇境 前辈 你难道有什么办法 灵动那双深邃的 漆黑眼眸中 散发出一抹金光 似乎看见了希望一般 牧尘也是如此 他们二人直勾勾地望着 眼前这位唯一能够 给他们带来希望的 火芒老人 办法倒是有办法 毕竟我乃是 天元界的世界之灵 从天元界诞生以来 我便有这方世界的 所有能量 足以能够让你们 从准神境 突破至神奇境 火芒老人 非常自信地开口道 这让灵动和牧尘二人 都感到有些震惊 没想到 天元界之中 还隐藏着如此强大的意志 如果真的能够 让自己的修为 突破神奇境 那今日的这个机遇 还真是可遇不可求了 那就多谢前辈了 灵动牧尘二人 立马拱手弯身感谢道 这天元界 不愧是第二等级 只守卫的世界 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 竟是还有雪中送炭的好事 你们也不要高兴太早 神奇境不是那么好突破的 想要突破神奇境 必须先超脱苍穹榜 纳入神炼 才能成为真正的神奇 而我这里有一颗神源之气 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 形成了神源晶体 其中的神源之气 无比的精纯浓郁 如果你们天赋卓绝 吸收完其中的神源之气 必定够你们二位成神 但也不是那么好吸收炼花 一旦不小心 就会被其中的 磅礴神源之气给反噬 也不一定 你们能否超脱 主宰之上的神之灵 就要靠你们自己的造化 火盲老人说完 便是伸出手掌 在其手掌之上 便是浮现出一颗 拳头大小的蓝色晶体 再旋转 那就是神源之气 经过无数岁月后 沉淀下来的神源晶体吗 我已经感受到 一股无比磅礴的 精纯神源之气了 灵动木尘二人 见到那神源晶体的 一瞬间 就连他们都是 彻底的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 如此精纯磅礴的神源之气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二人 仅仅靠着神源晶体中的 神源之气 便是能够有机会 冲击神奇境 见到灵动木尘二人 那一抹激动的神色 火盲老人 直接给他们 倒了一盆凉水 等你们日后 飞升第一等级世界后 在那高级的世界中 这神源晶体中的神源之气 与那第一等级世界中的 神源之气 相比之下 神源晶体里的神源之气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什么 如此磅礴精纯的神源之气 竟然与第一等级世界中的 神源之气比起来 竟然还只是冰山一角 这令得灵动和木尘 也在此刻收敛了一点 收起了刚刚那一份 激动的情绪 看来真的是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通往天心之地的天梯 并不是直线 而是蜿蜒曲折 犹如在走陡峭的山路一样 细长的天梯上 没有其他人的身影 只有他们三人 迈着剑步如飞的步伐 继续朝着天梯尽头前进 距离天心之地 还是有一些距离 但不能飞行 也算是在考验你们成神后 体内是否还存在一丝人性吧 只有彻底的脱离人性 才能够有资格飞升 第一等级世界的几率 我在天心之地等你们 那道朦胧蓝色身影 说完最后一句话后 便是消失不见了 看来天心之地的 这个规矩 也是为了锻炼成神之后的那些神奇 是否已经彻底的脱离人性 如果还有存在人性 那么走这三天的天梯 必定会心性疲惫不定 因为这个天梯 不是普通的天梯 在走这天梯的时候 自身便是比平时 重了一百倍的重量 所以如果不靠飞行的话 徒步登顶 听人 如果存在一丝人性 都不会成功 所以既然他们已经成神 必须退去所有的人性 替代的便是神性 这才是一位合格的神奇 只有合格的神奇 才会成功飞升第一等级世界 消炎三人徒步登天梯 就算有着一百倍的重量 加持自身 也无法阻止 他们想要飞升第一等级世界的念想 所以在经过一日 两日 三日 他们三道身影 终于是到达天梯的尽头 还有百米的距离 不过就算是有着坚韧的意志 经过三天徒步登天梯 很显然可以看出 消炎灵动牧尘的 脸上也一丝变化 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气息 有些扰乱 还有十步消炎三人 看到天梯的尽头处 马上要登顶了 心中异常的兴奋 八步五步三步一步 恭喜你们成功地通过第一关 看样子 你们体内竟然还有一丝人性 那么 接下来才是让你们 彻底脱离人性的关键 又是那位守护神的声音 从某一处空间里传荡而出 传入消炎他们耳朵之中后 也是顺利地完成 天心之地的第一关考验 这里就是天心之地吗 消炎灵动牧尘三人 也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到了 这里就是无数道蓝色的云 组成后的事件 四周竟是没有任何的物质 唯有一处一望无际的蓝色之水 犹如是蓝色海洋 而且这海洋之中 竟然有一股极为特殊的能量 这股能量能够让自身陷入迷茫 同时 如果能够在这迷茫中找到出口 便是彻底地拥有完整的神性 便可飞升第一等级世界 你们现在所看见的 乃是神性之海 待会直接进入这神性之海之中 只要你们能够承受其中的能量 超过一天时间 便可直接飞升第一等级世界 只打此次招揽神会的天神山 想必那里 现在已经有着诸多的神奇 等候神会的开始了 你们三位也得抓紧时间了 此话一出 也是令的消炎灵动 米醋三人不敢怠慢 直接纵身一跃 三道跳水声 激起了水花 一道道涟漪水波 便是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在他们三人 进入这神性之海后 便是有一股热气 进入他们的体内 明明是海洋 为何如此的炎热 很快三人的表情 便是微微一米 当即催动起自身的神力 开始抵御其中的热气入体 不过他们便是发现 确实用神力抵御周围的热气 竟然让他们更加的难受起来 一股被烈火焚烧了一样 看来不能用神力抵御了 既然是想让我们彻底脱离人线 就必须承受住三个小时的 这股热气入体的冲击 硝烟四世 已经发现了 其中的奥义所在 便立马收回神力 灵动牧尘健壮 也是如此 不过 任由这股热气入体的时候 同样是非常的艰苦 如果是其他人的话 恐怕很难承受 这一股被烈火焚烧一样的感觉 但是他们三人 乃是经历过生死 走在生死边缘处的人 这点磨难 对于他们三人来说 却是没有一丝的影响 经过时间的推移 原本非常平静的海平面 竟是沸腾起来 不断地有着水泡浮现 并且还带着水蒸气不断地上升 最后这些水蒸气 竟然朝着硝烟灵动牧尘的身躯笼罩而去 一股炙热的气息 再度不断地飙升起来 令得他们的眉头微微紧重 似乎就算是他们此时 都有些快承受不住一般 看来想要彻底地退去 人性 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这个过程中 才是最重要的一环节 或许在这之中 才会彻底脱离其中 获得神性 可以不难看出 他们三人正在经历人性的一面 因为他们的眉头越皱越紧 似乎有那么一瞬间 竟然想要从神性之海中脱离出来 如果一旦从神性之海中脱离 那么就无法飞升第一等级世界 想要飞升第一世界 必须退去人性 只有拥有神性的神奇 才有资格飞升 虽然一天的时间 对于他们正常来说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在这一天的时间里 受到神性之海中的这股热气入体 简直是非常的煎熬 一日如年一般 看到硝烟灵动木尘三人 在神性之海中的煎熬模样 无处不在的天心之地守护神 一副能够看穿人心一般的眼神 直勾勾地瞭望着下方 这三人的星星 竟然能够达到这般程度 比起之前的那两位 似乎更加的坚韧 真是有点意思了 一天的时间巧然过 神性之海越来越沸腾 犹如是煮开的水一般 可见硝烟灵动木尘的额头上 有着诸多的汗珠滴落 但此时 他们并没有出现什么 之前那种痛苦煎熬的表情 取而代之的 竟是没有任何情绪的色彩 犹如已经退去了人性 现在他们怕是已经拥有了神性 突然间 他们三人的眼眸 同一时间睁开 一股没有丝毫人性的情绪波动 更多的还是来自神奇的神性波动 哦 看来成功了 而且时间比之前那两位 更加的久一些 这样的场面 已经有数万年的时间 没有发生过了